我想中国人几乎没有人没听过望子成龙这一句话 我们都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对我们有很高的期许 希望我们成功 希望我们要比别人强 天下大概没有不希望儿女能够成龙奉的父母 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这种期望有很大的压力 甚至于我小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想 你要我做这个 要我做那个 都是为了你高兴嘛 现在我长大了 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 我所努力的付出 也得到了一些结果 可是我现在终于想通了 望子成龙到最后 真正能够享受到他好处的 是我自己 我在社会中成功 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许 我父母现在都不在了 真正享受这个光荣的 还是我自己 所以当父母希望你能够成为龙奉的时候 他不见得是为了他 他所希望的 还是作为儿女的 将来能够有快乐 成功的日子 职业对每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从职业上我们可以获得经济的来源 同时我们也可以获得心理的一种满足 因此要从事一个好的职业 必须要有就业的意愿 同时也要有就业的能力 而就业的能力 可能都必须要靠各种不同的学习而获得 而要获得知识跟技能 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从学校里来学习 所以因此我们鼓励青少年的朋友 如果说你在念书的这个阶段 有机会念书的话 应该好好去念书 那么事实上 现在如果说 有些人因为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机会去念书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要工作感觉到自己的技能不足 事实上目前 我们的各种的管道提供青少年 能够再次的去获得就业的知识跟技能 比如说像空中大学 爱爱在这个剧里面 他也是在念空中大学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甚至于职业训练机构 也提供了很多 让青少年可以学得非常实用的 知识跟技能的一些管道 那么另外 我们在技职学校里面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说 我们感觉到知识不足的话 可以透过各种的管道去获得 在这个剧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爱爱忍受挫折的这种能力 他去参加插滑比赛失败了 可是他并不是把它放在心上 他知道自己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同时他也检讨了 到底我如何能够再次的成功 所以因此我是觉得青少年 必须要了解到 在现在社会里面 不可能任何工作都是非常顺利的 当你分到挫折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忍受挫折 同时去分析到底什么原因让我挫折 那么后就针对这些原因 去把它品除掉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未来才能够成功 我们社会里面 我相信有许多的家庭 不一定是那么样的完整的 所谓完整的父母子女 同时都存在的一个家庭里面 尤其现在的社会 离婚率也那么高 常常有单亲的家庭出现 当然也可能有时候一些 非常不幸的家庭 因为家庭里面产生一些事故 一些意外的事情 常常子女跟父母亲不在一起居住 当然我想没有父母亲在身旁的青少年 我想应当要有一个看法 不要把自己看成是特殊的分子 自己还跟别人一样 只是自己的遭遇跟别人不同而已 绝对不要有一个自卑感 这个一定要避免的 而且要往前面看 因为我们一个人所面对的就是未来 这个所谓的现在是很快就过去了 一个人生活事实上就是一个未来跟过去 你面对的生活 你要非常的一个积极面来看待 父母亲在不在 当然你可能有所欠缺 你会有所不满 但是你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情来看未来 有乐观而且要积极 这个心理一定要有 我们一定要认定到 你将来在社会上面要做一个成功的人 要做一个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人 你要接受更多的一些煎熬 你要把这个煎熬这些不幸当成是一个过程 是别人所没有的一个过程 我想你把这个困难的环境 当作是成长的一个试炼 当作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也很好的机会 往上面看 往前面看 目标要确定 我相信这可以把你的心理上面 很多的一种冲击的打击 可以伤害见到最小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就是如果你碰到威胁跟逆诱 你怎么办 那你这两个问题发生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两种反应 威胁让你害怕 逆诱让你心动 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同的情况 威胁是从外来的 心动是从内发的 所以你要逃避威胁 你必须要有一群朋友 这群朋友最好是你的长辈 如果是你的老师跟你的父母 跟你维持很好的关系 你可以在有这种可能性发生的时候 你就跟他们保持很好的联系 那么可以让你减少害怕 你就不会接受别人的威胁 我想是第一步 那第二个 如果你遭遇到利诱 利诱会让你心动 心动比威胁可能更可怕 你会自己不由自主地就现身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避免利诱的话 可能还需要你建立一个 比较正常的价值观 然后你自己知道 你所付出去的可能是什么 你所收进来的可能是什么 譬如说你接受利诱 你当然接受了一些好处了 可是你付出去的 可能是你以后的整个的自由 你整个的人格的价值 甚至你整个的生命的前途 那么这样一想的话 你会发现 你得到这一点的利益 但你付出去的是 自己整个的生命 你划不来 那这种东西我们叫做价值观 所以当你遇到威胁的时候 你应该立刻把你这些可能性 告诉你最亲密的人 告诉你的老师 或者告诉你的父母 告诉你的朋友 如果你碰到利诱的时候 你要坚持知道 你所付出去的是什么 然后你就知道 你应该怎么样来付出 我想这样 你就可以做一个聪明的年轻人 不会上当 也不会吃亏 影响同学发展的因素很多 简单归纳 大概可以分为三项 一个是个人的 一个是环境的 另外一位 是过程的变相 在考量过程中 我们如何把自己的潜能 发展出来 结合同学相互互动 良好结果的一种规划 让我们在环境中 成长得更好 所以在学期间 甚至于毕业之后 如何结交好朋友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从我们教育的观点来看 教育它的出发点是善意的 它的目标要是正向的 它的过程要良性互动 它的结果才能美好 所以如果在跟同学 朋友互动过程中 发现同学所说的 以及所要求我们做的 符合善意的 正向的 美好结果的 加上是善意的 要求你做良性互动的话 你可以依据它的话 参照你的意见来办理 反过来说 假如不是这样的话 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为你比较高的正义 坚持你的理念 然后挪些时间 私下 再跟同学或者朋友 游手沟通 取得它的谅解 共同一起为我们的理想来努力 谢谢大家 我父亲他修习佛法多年 他吃肠灾打坐 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出家人 他是台湾一间大企业公司的主管 那我受他的影响蛮深的 他常常告诉我 何外生活法 但是我常不能体会 如何去帮助别人 如何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可以跟生活跟工作混在一起 当我接了爱爱日记以后 我才发现 我可能没有时间 没有能力 去当一个义工 或者是去盖一个中途之家 但是我在爱爱日记里面 一样做一个义工 借着戏剧 我来告诉青少年 何为正确 何为帮助的途径 何为寻求帮助的方法 这就是我做的 何为生活法 爱日记先突出十七集 这一集十七集呢 跟以往十六集都不一样 这一次我们讲的反而是 优等生他也有他的烦恼 我们为您请到考试委员 跟台大教授 洪温湘委员 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何为人上人的烦恼 洪委员 欢迎 夏宇姐你好 请坐 谢谢 各位观众好 台大拥有许多先天 和后天的优越条件 所以四十年来 高中毕业生大都乐意 以台大作为投考 大学时的第一志愿 由于自己的天赋与努力 实现了理想 所以台大人常以天下无难事 自己能做到的 别人也能做到 其实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 是不可避免的 你能 他不一定能 倘若台大人都能了解这一点 实时设身处地 为别人着想 付出更多的宽容与关怀 相信台大人 对社会的贡献 当能更大更多 再者 人各有志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读台大 进了台大 也并不表示就已成为人上之人 任何学校的毕业生 在社会上 必须凭借持续的努力与奋斗 才能有所成就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 人生的目标 全靠自己的选择 有人追求的是 平凡与平淡的生活 凡事顺其自然 就是天下最美好的事 何况成就的定义 古往今来 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与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